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972集 我得把房地产开发的事提上日程了 夏小兰这话是对刘勇说的 刘勇也很光贵 你想而就有出钱而出力 你说一声就行 我得先找到挂靠的单位 新成立的公司没有建筑资质 夏小兰翻出一堆研讨会得来的联系方式 找侯琪牵线吗 侯琪看起来是挺喜欢他的 但才刚刚认识就找侯琪帮忙 会不会太冒失了 还是一事不凡二主 依旧找远徽挂靠的商都建筑公司呢 其实后世的地产公司 根本不用自己盖房子 运作的是整体项目 盖房子等工程全是外包的 夏小兰这才刚起步 把活全部外包 她赚什么钱 这钱让别人赚 不如让她自己赚 有资质总比没有资质强 远徽是她舅舅的公司 夏小兰能让刘勇入股 却不会把房地产和装修公司 完全搅和到一起 就是说她得独立门户 刘勇倒也没意见 本来生就俩 她赚的钱 一半留给儿子刘子涛 另一半给小兰也没关系 现在刘勇同样如此想 但钱越赚越多 老婆李凤梅的娘家人 现在也有跟着刘勇手下干活的 现在没有提成管理层 是他们能力不够 将来多多少少的 也会介入刘勇的生意 她是夏小兰的亲舅舅 和妹妹外甥女儿 有血缘关系 李凤梅却只是舅妈 刘勇不是防备老婆 她怕钱越赚越多 将来李家人顺着她的公司 插手小兰的生意 小兰的公司是该独立 刘勇是从蓝凤凰拆火上 得到的灵感 蓝凤凰拆火之初 李凤梅不同意 现在蓝凤凰拆火半年了 李凤梅渐渐体会到了 当家做主的乐趣 刘勇其实连入股都不太想入 装修公司的前景也很不错 将来也能慢慢转为建筑开发 远辉成立的时候 夏小兰借钱又借人脉 丝毫没提入股的事 刘勇就像效仿着远辉的模式来 南海酒店装修完 他和小兰合起来能赚一百多万 这钱用来搞小兰的房地产 仍然远远不够 难道到时候还得贷款 建材店的潘伟量受重用 他叔叔潘主任也该出点力气了 夏小兰决定在开学前 把房地产公司的手续跑下来 他还没找上侯旗 倒有一个人出乎意料 主动找上门了 在研讨会见过面的毛康山 通过宁艳凡要了夏小兰的联系地址和电话 电话打到石刹海的房子 找了夏小兰好几回 于奶奶就给夏小兰打电话了 有个姓毛的总往家里打电话 还说要来鹏城见你 你自己留意一点 毛康山见他做啥 夏小兰一头雾水 等他把毛康山联系上 毛康山一点没含蓄 直接说看上夏小兰了 问夏小兰愿不愿意拜个师傅 夏小兰脑子整天都在琢磨 开公司的事 看毛康山说得直接 他也没遮掩 毛老师 拜了您当师傅 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毛康山差点没淹死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从来都是师傅教徒弟本事 徒弟孝敬师傅的 还没进师门就问好处的 夏小兰绝对是第一个 毛康山忍住想挂电话的冲动 你想要啥好处啊 啊 是这样的 我想自己建住宅出售 夏小兰一点没客气 噼里啪啦把自己现在的难处讲了 徒弟孝敬师傅是天经地义 但也得徒弟有本事啊 师傅不给资源 徒弟慢吞吞发展 以毛康山的年龄 不一定能想到夏小兰这个徒弟的福气 毛康山听完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想自己盖房子买当开发生 你知道要多少资金吗 再小的盘也要有几百万垫进去吧 夏小兰嘴里几百万轻飘飘的像几百块 毛康山有点怀疑人生 他是发现一块暴露在野外没人要的美玉 想要捡回家慢慢雕琢 让美玉大放光彩 难得脾气也挺合毛康山的胃口 是那种不吃亏 受了欺负不会忍气吞声的 可夏小兰这财大气粗的口气 感情这美玉还被财神加持过 宁艳凡不是说夏小兰家是农村的吗 毛康山一下子想到那几万份传单 夏小兰这么有钱 因溺卫国那事 看来还真是夏小兰干的 毛康山越发看夏小兰顺眼 刚才是夏小兰迟疑 现在是毛康山迟疑 非要受人家当徒弟 好像是为了钱一般 毛老师 您到底有没有办法呢 有事有 可是 那就好 咱俩就说定了啊 您人在哪呢 我马上就能提着拜师礼上门 夏小兰已经顺着梯子爬了 自己就把师徒名义给定下 生怕毛康山拒绝 北宁难毛 毛康山是航城人 工作在航城 现在退休后也在航城 被这省的省建筑设计院返聘 前两年在大学里还兼着课 这两年年纪上去 大部分时候都待在家里写写文章 夏小兰是个实干家 他要拜毛康山当老师 那是一刻都懂不了的 知道哈罗德在香蜜湖的投资落地 夏小兰心里火急火燎的 这次去航城 他听从舟城的劝告 让葛剑跟在他身边 买了不少礼物 还是需要人搬吗 再说葛剑的作用 可不仅是搬东西 85年的时候 航城的萧山国际机场 连影子都没有 现在航城使用的是 简桥机场 这个是军用机场 建国前就有 五六年的时候 在简桥机场 筹建了民航站 现在是军民两用的机场 有机场就行 从阳城坐飞机过去 比火车要快 这省设计院家属楼 毛康山也没料到 夏小兰是如此雷厉风行 夏小兰说自己很快会上门 毛康山晚上才和老伴说了声 你明天去割两斤肉 买一条鱼吧 家里或许要来客人 他老伴都吃惊 家里来人不奇怪 但谁不知道 毛康山是个死扣 家里吃什么 客人就吃什么 就算是儿女回家一趟 毛家老两口的饭桌上 都不见得会加个肉菜 多稀罕哪 毛康山主动叫他割肉买鱼了 毛康山的老妻 好奇得不得了 毛康山含糊道 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 毛康山从来不和学生走得近 他说自己一身反骨 指不定什么时候 又连累了别人 那一个学生 连累了不得了 还好 请了 还好 这一身派